各位同學好 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紹 Final Cup Pro X之中一些功能的選項 我們先把Final Cup Pro軟體打開 今天要介紹的就是位在這個位置的功能選項 就是滑鼠的功能選項 我們點開它有一個下拉視窗 分別有select 用a 快速鍵是a train 快速鍵是t position 是p range selection 是r blade 是b zoom 是z hand 是h select 就是我們一般所使用的這個選 就是這個滑鼠當作選擇鍵 就是有一個鍵頭 我們所看到的這個 這個移動的滑鼠的 鍵頭指示 它是可以幫助我們去選擇一些事物 點選這個 打開這個運算視窗 點選這個 其中的一個clip 或者是點選任何素材 點選一個深軌等等 這個是當做select鍵使用 那麼第二個trim呢 是指做修剪使用 一般來講 我們來選它 選trim 當我們選trim之後呢 我們這個放在某一個素材上面的時候 我們可以藉著壓住這個素材 然後左右橫移 形成一個叫做slip的剪接 slip就是一種滑動剪接 滑動剪接 滑動剪接呢 我們只移動單一素材的起始點跟結束點 但是不改變它的長度 我們可以從這裡看得出來 它的頭尾有變化 但它長度沒變 這個叫slip 這是trim功能其中的一種 那麼還有trim也可以 如果是我們放在尾端 如果這個黃色的這個框框指向左方 那麼我們移動它的時候 它就會向左縮短 也就是這一個素材的尾部被裁切了 反向呢 我們也可以反向 向後拉 它就拉長 那如果是這個 我們點選下一個素材 那這個黃色框框是向右 向右的時候我們移動它 那它就影響後面一個素材的起始點 它可以縮短 可以拉長 那如果是點在兩個中心 那我們看到兩個框框的時候呢 那這個時候你壓著它移動 你會發現這個兩個鏡頭的交接點改變了 它藉著移動這個點呢 它就是讓前一個鏡頭拉長 下一個鏡頭縮短 或者是前一個鏡頭縮短 下一個鏡頭拉長 好 那這是train其中的一種功能 OK 我們再來看下一個 position 就是p 我們選擇它 position呢 是讓這個滑鼠的這個箭頭呢 變成可以移動位置的功能 比如說我們點選這個素材 那我們壓住它來拖曳的時候 你會發現 我們把這個素材挪開了 挪開了 然後這個地方產生了一個空檔 這個叫position 我們可以放在任何的位置 它就會停在該處 我們可以再幫它放回原處 這個是position的功能 那它跟這個選擇鍵差別的地方是 我們再放回第一個a的選擇 如果我在用這個選擇鍵 來移動這個素材的時候 你會發現 後面的素材自動會往前填補 那我放在另外一端的時候 它也會自動連接上前一個段落 這個是所謂的a跟p之間的差別 下一個range selection 就是範圍的選擇 我們用這個它的快速鍵是r 好 當我選擇它之後呢 我如果要選擇這個素材 點選它 然後拖曳 狂取一個段落 這個就是一個範圍的選擇 一個範圍的選擇 但是當我選擇這個範圍之後 我就可以在這個範圍之內 執行我想要有的動作 比如說裁切 我把這個段落刪掉 我就壓delete 剛剛那個段落就被刪掉了 我再把它恢復 那或者我可以從前頭拖曳 修剪它的長短 尾端也是一樣 我可以改換它的奧點 然後執行我要的效果 好 這個是range selection 下一個我們看blade blade 就是裁切 就是一個刀片 這快速鍵是b 我們換成b 我們壓一個b鍵的時候 那我們發現這個鍵頭 就變成了一個小刀 小刀片 當我們放在一個素材上面的時候 我做任何一個點 做一個點擊 那它就產生一個裁切的動作 我們看到一個橘黃色的線 就是它裁切的位置 然後我們再往後走到另外一個點 再點擊 然後它又產生了另外一次裁切 然後我們再回復到a 就是選擇鍵 這個素材就被我切下來了 我可以移動它往後挪 或者是我再放回原處 好 那當我做了這個裁切 我有兩個切點 我要如何把這兩個切點 再還原接起來 那一種方式當然就是用Cmd Z回復 Cmd Z回復 那還有一種方式呢 我們再做一次裁切 在b切一個點 好 再回復到a 好 這個地方有一個斷點 我要把這個點再連接起來 我們就是選擇這個trim功能裡面的join clip 好 那但是在選那個之前 我們需要先把這兩個clips 框取起來 就選取起來 之後呢進到crim 然後join clip 它就把剛剛那個切點又接起來了 好 那這個是blade的功能 那zoom的功能就是放大的功能 如果我們選擇它壓Z 那你就看到有一個放大鏡出現 如果點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就會被我放大 就整個時間軸就會被我放大 縮小的話就是壓command-號 這是一種快速鍵 然後最後一個hand hand就是用手移動的功能 當我選擇hand的時候 我可以壓住它拖曳 但目前現在因為它的素材比例很小 所以我需要把它放大 拖曳才有效果 放大之後呢 我可以這樣移動它的位置 移動我要剪接的位置 好 恢復的話就壓A 好 另外幾個功能 現在這個地方要介紹的就是 叫做skimming的功能 skimming就是快速瀏覽 那在這個地方我們看到有一個 這個符號 當我們點選它之後呢 你看 你發現 當我們在游標在這個時間軸上面移動的時候 我們會立即看到影像的內容跟動作 還有聲音 當然這個是影像跟聲音的skimming 就是快速瀏覽的功能 如果我們取消它再壓一次 我們看到這個當我游標在上移動的時候 它不會產生這種移動 就是快速觀看的這個效果 好 我們平常 剪接的時候大部分都 讓它這個能夠有這種功能 然後下一個呢 是聲音的快速瀏覽 快速瀏覽 如果我把它取消 點一下它就變灰色了 這個時候聲音就 我們都聽不到了 如果你不想被聲音干擾 你可以把它取消 但如果你想知道有沒有聲音 你就把它點選起來 你會發現 你只要游標在上移動 我們就可以聽見聲音 那第三個這個 s是指single 就是我們指監看或監聽單一素材 比如說我們先選一個 選擇這個 然後點選它 那你就發現其他的素材全部變灰色了 全部變灰色 只剩下這一個單一的素材 是我們可以監看並監聽的 好 我們再把它取消 好 最後一個 這個叫吸附功能 吸附功能就是 當我們這個游標 接近在一個切點的位置的時候 它會自動吸附過去 你看它會吸附過去 它會自動的吸附停在 這個可以幫助我們 執行一些精確的剪接 如果我不需要這個功能 我就把它取消 那你的游標在這邊移動的時候 它就不會讓這個 這個playhead 黏在或吸附在任何一個位置上面 但一般來講為了方便剪接 我們還是使用它 一般都會使用它 所以只要是有一個斷點 它都會自動吸附過去 你看這樣 這是一種非常方便的功能 好 還有幾個快速鍵順便介紹一下 就是 JKL 那 假設我們看這個素材 我們把我們的右手放在 鍵盤的JKL 剛好是失指 中指跟無名指 三個指頭 如果我們壓J 你會發現它是倒走的 它是rewind的 它是rewind 那你壓K 它去pause就會停 停止鍵 那你壓L 它就會向前走 它會向前走 再壓K就是pause 所以這三個鍵 你可以利用這三個指頭 這個來回的操作 另外一個spacebar就是空格鍵 空格鍵你一壓一下它就走 再壓一下就停 再壓一下又走 再壓一下又停 這幾個快速鍵是非常方便的 還有幾個快速鍵就是i跟o i跟o i代表in o代表out 所以如果要設快速的 in-out點的時候 我就可以譬如說 我把我的playhead放在這個位置 我壓一個i 然後走到另外一個位置 壓一個o 那它就幫我選擇了這一段 in點跟out點之間的這個區塊 算是一個非常方便的一個快捷鍵 i跟o 好 今天我們就介紹到這個地方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